Hello 大家好 我是本期华为MateTimer的编导 这一次我们又收集了很多网友的评论 来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这个流年他说 我记得那期BBT小帅哥说 无论如何都要滞留的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可能是开箱的时候 我那个末岸的墨水瓶太拉胯了 然后Paper当时给我的体验就是一个字的飞跃 就当时夸下海口 奈何没有估量到自己荷包的实力 最后综合考虑了一下 因为我把那个末岸的墨水瓶去咸鱼卖的话 也回不了多少血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去升级 来看下一位网友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是在电子数码产品上去做到阅读和书写的 他也说到了墨水瓶这方面的那种优势 因为这次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家里面其实书不多 加起来加上本质什么的也就20本 但是我搬家的时候还是装的满满的一箱 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沉 然后这就是实体书的一些缺点 电子纸确实是少了实体书的那种质感 但是电子纸它节省空间也比较便携 算是对实体书籍的一种补充和替代 然后他就说他在iPad上是进行的书写 其实是iPad的那种书写的流畅性 确实要比墨水瓶要更好一些 也有网友觉得就是iPad就是能做墨水瓶 能做到所有的事情嘛 就觉得买墨水瓶就是交了智商税 但我觉得就是没必要这么激进 对吧 因为我觉得墨水瓶和iPad不是一定要只能存在一个 然后另一个就要被消灭掉 最后还有节目当中很多网友在说那个差强人意 我其实要表达的就是那个意思 华为这个墨水瓶不管是阅读啊还是书写的体验都是挺不错的 大体上就感觉还是很满意的 用起来也比较的舒服 但是唯一一点呢就是它那个鸿蒙系统嘛 虽然用上了一个平板的系统 但是它在那种平板手机电脑之间的那种协作上呢还是做的不够好 本来对它来说有一个平板的系统是一个优势 但是它这个优势反而没有发挥出来啊 我就觉得这一点有点可惜 所以说我就用了差强人意这个成语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华为MadePepper收集的所有的评论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或者说产品有什么想法或者观点的话 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多多留言 然后我们就有机会一起来上电视讨论讨论聊一聊了 好那本期的上电视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